首先还是先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程说明会 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Daniel 然后今天的讲题的话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成为数位人才的第一步 那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从养成程式力跟数据力开始 那在活动开始的时候 先介绍一下今天会有几位分享者 待会在课程介绍的部分 会有Avacamp的课程设计总监Ellen 他会跟我们分享在课程内容上的规划 然后以及稍后在Q&A的环节的时候 我们邀请到了Avacamp的助教 那现在他是Chronos Research的资料工程师 然后之前是巡车拍卖的后端工程师Devi 所以他同时有了在城市这块的背景 然后也有一些数据相关的背景 稍后再如果大家对于业界的一些 从业所需要的能力等等之类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一块去做提问跟了解这样子 然后我是Daniel 好那今天的话稍后在Q&A的环节 会在slido上进行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会前填了一些问卷的话 那你的问题应该已经被我们的小编 放到了这个slido里面 那如果你对于别人的提问觉得非常有兴趣的话 欢迎把它顶上去 稍后在Q&A环节的时候 我们会优先回答最多人就是按赞 顶上去的问题这样子 好 那因为今天在线上的朋友们也非常多 所以就是麻烦大家请帮我保持麦克风的静音 然后在slido连结的部分有要提问的部分 可以在那里提问 然后如果你是发现在视讯 音讯方面遇到的问题的话 再麻烦到zoom聊天室留言 但如果是对于课程内容 或者是讲题有一些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部分 麻烦到slido进行这样子 然后也诚振邀请大家 就是大家最后填写活动回馈大家 那今天会有专属的课程优惠 折扣会提供给大家这样子 好 就是很开心在这边先看到大家 那我想要先初步认识一下大家说 就是今天用了周间的晚上的时间 来来参加这个说明会 那我想知道一下说大家在学习的部分 已经接触过了哪些项目 如果你是对于今天的主题感兴趣 然后曾经接触过了网页开发相关的技能的朋友 麻烦在聊天室帮我打一个1 然后如果你是接触过数据分析的 麻烦帮我打一个2 那如果你是零七处小白的部分 麻烦帮我打一个3 那如果你已经是AC的学生或校友的部分 再麻烦你帮我打一个4 哇 我看到有人同时有1跟2这样子 好 3的朋友很多 OK 2 3 1 1 4很酷 好 好 看起来好像相对蛮平均的 嗯 很错 好 好 我大概知道了一下今天大家的背景 那今天的活动的话 会先让大家知道一下AC是谁 然后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好 那再来的话 在APACAMP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机制相较于其他的 呃 我知道现在线上学习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热门 但是呃 对于有效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再多一番的就是努力的 所以APACAMP提供了蛮多的有效的学习机制 但是这块是稍后为各位介绍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Q&A的环节 以及最后的话还会有一些优惠跟课程资讯的recap 这样子 好 呃 我其实蛮开心看到大家在在会前的提问 其实蛮踊跃的 然后呃 我觉得就是知道大家只要愿意启动学习 然后愿意花时间坐在这里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嘉许的事情 那我也知道说大家其实在呃 过往在线上学习越来越普遍的过程中 其实会遇到了一些学习的痛点 那我看到在会前大家提到说最多的问题就会是呃 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启动自己的学习 或是有些人是在呃 学习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顺序啊跟内容 其实是很碎片化的 然后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有系统性的完成学习 或者是在第二个第二大的部分 则是呃 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在呃数位技能上是为了满足在职业上的需求 不论是有人有转职的需求 或是在既有的岗位上有一些需要具备的数位能力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呃 呃就是你可能去接触了某些课程 但是没有办法符合这个需求 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家很痛的地方 那以及呃 我知道对于在数位技能上 coding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但是至于你该怎么选择你的语法 然后以及在熟练度上这些地方该怎么精进 也是第三大的题目 再来的话我也知道呃 就是很多人对于线上学习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看了很多的影运照材 可是其实你没有一个就是呃 呃可以去求救的前辈或是同侪 这件事情也是蛮大的问题 然后我也知道坊间有一些呃 就是比如说实体的课程的话 它其实都会有固定的进度 但是大家不论在因为你过往的能力 来说的话就会有进度太快或太慢的一些问题 都是大家会会有一些呃 呃觉得要suffer的地方 那其实alpha camp就是为了满足 跟解决这些学习痛点而存在的单位 呃我们是创新折癌的线上学校 那我们的使命是透过呃 线上的科技教育建立大家在数位时代的时候 自我实现所需要的技能跟思维这样子 那我们从2017年开始成立到现在的话 已经辅导了超过7000位同学在毕业 那过往来说的话 alpha camp最主要在辅导的主要是关于 软体工程师这一块的职位这样子 然后我们最主要在教的是 JavaScript相关的技能 那过往我们达到了非常骄傲的成绩单 我们有96%的转值率 那许多人来这边也都在追求他的薪资 或是职业的成长跟突破 那我们过往的调查也发现说 就是alpha camp的的校友们 平均在毕业三年后有146%的成绩 薪资成长 在毕业三年之后的薪资中位数 来到了104万 那这几年呢 我们其实发现到说 大家在学习技能上 其实有蛮多不一样的需求 所以 呃 除了过往来说 alpha camp已经在转值这一块 帮助了许多朋友们 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 呃不一定是 你已经确定要转值的朋友 但是你在阶段性有任何的职业的能力 或是你有一些想要识别职业方向 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在alpha camp就可以有很好的起步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帮助你从程式跟数据 这件事情开始 那当你呃 对于这件事情有了 初步的接触了之后 你想要进一步的养成你的专业能力 我们有更进阶的课程 以及到了后面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有明确的职业目标 然后往这边去前进的时候 对于转值成为这个角色里面 所需要的各式各样的 呃 不论是硬实力软实力的部分 alpha camp其实都会帮助你一步一步的达成 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是要帮助大家 在职业上去满足这一些需求的话 那呃 这件事情该怎么样发生 我们觉得就是要回应到市场上最需要的东西 那现在业界来说 其实对于不论在程式或数据来说 最主要的几个 呃 coding相关的能力的话 是在javascript hdl css 跟python sequel这些语言上面 这是在职能上现在最多人在使用的 这是左边这一张图 那至于在右边的部分反映出来 则是在就是职缺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上面的话 也可以看到javascript是最多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就是在alphaCam过往的软体工程师相关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选择以javascript这件事情 作为最主要的 呃就是 起步想要帮大家建立的能力 这件事情 那至于刚刚也提到的说 就是这几年我们也发现在数据能力上 也越来越 越有需求了 所以看到在第三第四名的python跟sequel这件事情 也是在这几年来说就是绑上前几名的单位 就是前几名的呃程式员能力这样子 好 所以呃在我们为各位规划的GI路径跟就是进呃 就是精进的方案中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会希望大家可以同时有程式跟数据相关的入门相关的知识 那至于如果你对于在这一块的学习之后 有帮助你在探索跟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 哦对耶 我其实对于网易开发这件事真的蛮有兴趣的 我想要持续精进的话 你就可以往我们的javascript全端开发课程去精进 那如果你对于数据分析这件事情 在aprocan的数据入门这一块有不错的学习跟心得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陆续有就是数据分析师相关的课程 那接下来在八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陆续有分波段的一些课程的公告跟上线 那到了完整的课程的话 预计会在今年九月的时候就是完整的提供给大家 那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后面的求职辅入的部分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支援 好先帮大家初步的认识了一下aprocan在做什么事情 那接着的话在课程内容介绍的部分 我们就请到就是Alan来跟各位做分享 好 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那荧幕就直接请你帮我继续弄了 好那呃大家好我是Alan 好那我是AC的课程设计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呃 我们的这个一些课程设计的一些核心 然后还有一些一些设计里面跟跟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些课程内容到底要学什么 好那我们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 其实有呃两个最核心在在思考的事情 那一个就是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对同学来说是呃是有用的能力 要怎么去定义那个有用的能力对同学来说对也就是说对业界来说是有用的能力 好那怎么样帮助同学去有效的去建构这个能力 那所以说呃下一张像收集能力这个这个事情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终点的没有什么终点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呃在在在设计的时候 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会会去会在拆解的时候会去设定一个终点 那通常通常是设定在说哎如果你要在这个你你入门到一个一个一个领域里面 然后你要把你的呃基础的工作做好的话 那你要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入门水平那呃基础水平 然后用这样子的标准去框出最必要学的能力 好那然后再把这些能力拉出一条学习路径 那让同学可以学去渐渐的去学习 那我们看下一张 那呃像例如说呃像例如说呃现在这个是我们慢慢在在铺出来的这个课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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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组了 那像上面这条路如果是他他有还越来越复杂了 所以像上路是一条会走向软体工程师的一条路 那下路就是会走向一条资料分析师的一条路 那你可以看到在C1的时候 C1是同学的一个共同的呃共同的的的的起点 也就是现在的这一个呃程式数据的程式数据入门 好那那那那过程中就是一站一站的去收集能力 那每一块积木都会有设定一些阶段性目标 那呃决定来说我们看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先看我们先看webdef这一条这一条线 也就是网站开发工程这一条线 好那刚刚讲C1是共同的起点嘛 那我们在C2的时候我们设定的是可以至少用比较基础的呃首科的就是首科程式语言的这个方式 那做出一个至少在在浏览器里面动得起来的一个单页式网站或一个小游戏 然后又能够去操作一些呃资料的变化 但是还没有创接资料库那到C3的时候 诶我们也是差不多做差不多level的网站 但是诶我们就要换成用更当代更专业的开发框架 诶那到了C4的时候呢 呃我们就要呃呃就要求的网站规格就要更加接近一个产品人型的网站规格 然后就然后前后端都有又又再分流一次 这些前后端都有各自要专进的技术 好我我先把这个上路的这一条路展展展开 等下再跟大家介绍这个资料分析这一条 所以说呃所以说这一条路对标的是网站开发工程师这个这个职种 那我们看呃我们看他走到终点的时候 他走到终点的时候他呃用终点来想象的话 在终点的时候会有能力去做到这样子的网站 左边是一个呃比较偏后端的工程师的端 然后呃有一个比较偏前端工程师的专案 那所以从呃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 然后手上就是要准备像这样的作品集 那那例如说如果你带着一个呃刚呃 这边写后端专案是家教平台吗 那他里面就有一些核心功能呢 核心功能那那这种平台上面呃 如果今天这是后端专案 他里面可能就会有呃呃呃 比较复杂的这个老师怎么管理学生子 学生资料老师怎么跟学生约课 然后学生可以学很多老师呃 呃这一种这种比较多的呃资料操作的关系 那所以说你在这样子的网站里面 哎你就可以去展现说哎你是怎么样做资料设计的 然后你在过程中这个资料的呃处理是怎么样 那每一个功能呃每一个功能呃 上后面设计的资料表啊商业逻辑是什么 然后也可以去展现说哎你能够使用一个当代的网站 当代的比较主流的这个网站开发框架 我们这边是叫express去把整个东西实做出来啊 证明证明说哎至少你的能力可以做出这样子的 复杂度的一个网站啊 那那前端前端这里的话啊可能就会有些侧重点 哎资料可能就没那么多啊 但我们看这个呃这样这个网站功能可能就会更更 让你可以展示一些呃可以让使用者体验比较流畅的 例如说什么滑鼠往下拉然后资料就拉到底的时候资料就飞出来啊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流畅的体验去去展现这样相关的能力 好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最后呃最后希望大家有能力做到的 的的的一个一个终点那在前面呃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呃就是从呃这可能是一个C4的C4的呃呃学习的终点 那在C1C2C3好呃这过程中就是去收集他必要的能力 那呃所以说像呃下一张就是入门第一个要学的通常就是程式语言 其实不管哪一条路都是要学程式语言啦 那程式语言程式语言的话呃在在这条路里面我们是要学JavaScript语法 因为他是呃网站最呃最呃最还是最通用的一个一个程式语言 呃那在这个这里的目标就是你要能够把一个呃你要你要你要大概知道就是说呃我们呃一个一个运算呃就是我们在跟电脑沟通的时候的的的的思维是什么 呃很有逻辑性的去去描述你里面的流程然后然后一边掌握一些呃程式语言呃程式语言的一些呃文法啊 呃文法单字然后去把你你心里想要表达的那个逻辑然后一行一行的用程式码写出来在画面上可以述出一个期待的结果 这个就是程式员的入门好那那下一个下一个需要呃下一个的基础是关于呃网站视觉啊下一张那网站视觉 我们常常会听到切板这个字了那切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可能你要把设计师给你的一个一个可能是pdf 或是一个图图片档然后他变成是网站上呃在浏览器里面会看到的一个画面然后还原度越高越好所以这里面会涉及两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的的语言一个叫HTML 一个叫CSS好那那那那也是一样就是就是我们要能够呃在抽象上面我们要能够break down这个网站的结构像中间呃中间这张图就把这个一个网站拆解成很多这个大积木小积木的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呢呃然后接下来就要用HTML把它定义出来 然后呃怎么样用CSS让每每一个块每一块都都呈现出呃对的颜色啊对的位置啊等等好那那这个是关于视觉的部分啊 啊那其实我们101呃呃这个入门啊就是第一站的入门大概就是就是以上两个能力就是就是在呃C1就是入门这两个能力那后续的旅程其实就持续深化了那我们看下一张啊那那这呃中间我就不讲那么细但是在在呃C2C3的中间呢呃我们就比较目标是要让网页动起来所以刚才说的是一个静态的网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我们为了要让网页动起来我们就要知道更多一些网站传输的呃网路到底 是一个怎么运作的东西那那他之间那个呃收收发关系是什么浏览器跟网页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知道啊那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设计更多一点呃更多一点建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逻辑然后再用你的呃Java screen能力去把去去控制浏览器里面的元件然后就可以达成一种啊看起来比较会动的啊感觉有资料操作啊的感觉可以玩一个小游戏的那种网页对 好那那那后面就是呃再往下就是要更多的呃专业的的框架去去处理了好我们这个呃上路先介绍到这里我们往下看这一个呃呃资料分析这条路哦 那资料分析是我们呃呃刚刚才的那个呃呃网站工程师的这条路我们呃呃我们过去几年已经已经全部都铺完了所以他呃所有的同学是可以报名任何一个要从中间报要从从头开始报要怎么报报名都都可以那那下下面这条呃资料分析这条路是我们今年正在正在铺的一条路 所以今年会陆续发布新产品所以今年要加入的同学可能要跟着我们的节奏那那那一样我试着用一个比较整合性一点的呃专案来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呃到底在做什么好所以我们看呃呃这是一个下一张会有一个呃呃指标专案的举例啊那呃呃一个状呃这是一个我们其中一个作业了那呃呃就是有一个老板他在烦恼说呃有一个呃业务指标下滑这个业务指标是产品交易总额代号是GMB 那你是你是资料分析师所以你要去找哎怎么去提升这个增长的方法那你手上就有好几张资料表呃什么客户资料啊customer order啊订单资料啊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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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降低到底跟什么东西有关 你可能就猜出了几个关键要素 到了那一步 每一个模块里面都其实涉及 每一个方块里面 其实都涉及一些资料的整理分析 例如说在拆解关键要素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 这个东西可能跟 根据你的一些商业逻辑 你可能知道说 它跟客户人数跟购买人次 订单金额的几个指标比较有关 然后你就去开始去看 每一个这些指标的 过去的月份的资料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可能发现了 其中一个指标的问题 然后就跑去跟各部门去讨论 可能的原因 或是可以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然后大家提出了一些做法 所以在这个素的右边 它就是各部门有提出一些假设 例如说客服部门说 他感觉最近有满意度下滑的状况 那是不是我们要检查一下 那行销部门说 那也许说不定 我们来投更多的广告的话 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所以它会需要框一些 更重点经营的目标客户 所以大家讨论到这里 那作为资料分析师 就要再去做一些更细的追踪报表 去帮助他们 搭配一些campaign 然后帮助他们去 check in他们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做出一些 dashboard等等的东西 那下一张从 这是一个故事 给大家想象一下 在课程里面 它就会是一个实际的 专案作业 那从流程面来看的话 这些过程都是 都是一个解决问题流程的一个循环 我们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 然后假设 什么东西是关键原因 那怎么去证明这是关键原因 如果要去证明的话 会用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资料 慢慢帮我处理一下 然后到第三步的话 就是要去做一些实际的碰 你的资料 做一些比对分析 然后发现一些结论 一些所谓的insight 或是然后看能不能推导出一个行动建议 或者是给大家的一个下一步的方向 然后或者是又要回到第二步 去重新抓出系的假设 它就在不停的在过程中学患 所以最如我们简单一点说的话 大家常常在可以学SQL 学Python 这些比较硬的工具 在这里可以我们比较粗暴一点的 把它都归类到第三步 就是比较硬的工具技术 常常集中在第三步 你会用程式眼去去做资料的分析清理等等 然后视觉化工具 常也是在这个阶段出来 那前两步常常是要去想 那要去只为的想到就做出来了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思维 要有产业知识 然后要问对的问题 要有一些domain know-how等等 那最后一步是要产生insight 所以你要产生一个 能够用资料说出来的故事 上周我们看到过去几季 然后在客户订单 客户满意度上面 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推估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原因 要产生类似像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做 要产生像这样子的故事出来 所以说每一个环 其实说其实这整个环节 是一个软硬实力综合的原因 蛮综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应到刚才Daniel分析的 就是很多在试着探索 入门这个资料分析 这个领域的同学 其实都会提到一个卡点 或多或少会提到一个卡点 就是可以学很多的单一技能 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一种汇整 在汇整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把东西用出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张我先介绍一下 在这个里面大家最常学到 这个有点像是最大公约数的基础能力 那这些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最左边是四算表 大家可能最常用的就是Excel 这是全世界最多人在用的一个资料分析工具 那你只要搭配一些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有在用了 所以你只要搭配一些 当然你不一定是用资料分析的方式在用 你可能大家我们平常就是记账 记一些东西都会打开Excel来用 那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拿来做资料分析的话 那我们就只要搭配一些统计观念 一些更进一步的对资料形态 资料变数的一些观念 然后去认识Excel上的一些现成的函式库 然后知道怎么样做枢纽分析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蛮强大的分析工具 那更进阶你可以在里面写SQL 做图标等等 那如果它不能处理太大量的资料 那它也不是资料库 所以会越弄越复杂 不太容易正规化 所以很多公司应该都有经历过那一种 就是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那种 很神秘的40个Excel表串起来 然后其他 然后只要一个item 一个栏位碰坏了 全部都一起坏掉的这种阶段 那这几个工具之间 其实并不是一个互相取代的关系 它其实是各有各的 它其实常常是交替使用 交替使用在一起的 那我们先看下一个 那第二个SQL SQL其实是 不对 第二个icon 第二个icon SQL它可能有两个 当大家讲到SQL的时候 可能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比较抽象的在指 资料库与资料表 的设计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跟设计思维 你知不知道你如何能够把一个 整个公司的商业逻辑 规划到几个不同的table里面 然后用属性 用属性 然后让资料可以 让这个公司的业务资料 都可以被存放进去 用公司的商品 稍微记录等等 那这些table怎么样 串接在一起 怎么样去把这些 它的联动关系是什么 那它 当我们讲到SQL的时候 有可能是指刚才那种 比较抽象的 但它也有可能是指 一个操作资料库的语法 例如说 我要把所有买过A产品的客户 我要 我要捞出买过A产品的客户 我要知道 买最多A产品的前100名客户 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写出一串的 select from table 然后然后怎么怎么样 你能不能写出一连串的 这样子的语法 然后就把东西拉出来 所以在这其中最基本 最基本的操作叫CRUD 大家可能常听到这个简称 就是资料的浏览 新增浏览 新增浏览 删除 修改 修改删除 那随着这个资料的交集 连级越来越复杂 就会有越来越多进阶的语法 可以去用 所以抽象的这个资料库 规划的越好 你就可以越有效率的去捞资料 那你的SQL的这个语法越强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很简洁的写出 你就可以做到越来越多 更多更复杂的资料 或者是也可以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把东西做出来 好 所以这是SQL 这个其实 其实它是资料分析 但它其实在 其实 只要数位领域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通用的技能 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数据 这个领域里面 那第三个icon 它是 它是 这边放的是Tablu 那它是 我们这边应该是说是视觉化工具 视觉化工具 所以有 我们课程里面教的是Tablu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是Power BI 那这样子的视觉化工具 它通常就是可以直接跟资料库串联 然后可以去处理大量的资料 那重点是它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们的图表非常丰富 然后它可以做出互动性的图表 所以说 互动性的相比于Excel的话 你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互动性 但是在专业的视觉化的软体上面 你可以做出那种 比较动态的Dashboard报表 例如说你可以切换 你要看上一集 想看全年 看男生 看女生 都可以比较快地切换 那 不过它跟Excel也是一个合作关系 你在Excel上 常常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小量的资料清理 然后再把东西串到这个Tabu里面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在 在资料倒进Tabu之前 你就先用 先用Python 清理 你就是在SQL 在Tabu可能是串SQL SQL资料库 然后在它倒出来的过程中 你可能用程式语言 用Python去写了一些 清理的逻辑 把一些脏的资料都处理过 然后再倒进Tabu 然后直接去做这个图表的分析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Icon 就是在资料分析 资料 资料领域里面 很常见的 这个程式语言Python 那每一家公司的资料成熟度不一样 所以说 所以说通常你还是在过程中 是会需要清理资料 所以在Python 它就是 Python它在资料 资料处理的时候 它 就是 你可以在资料 真的要被载入到 像Tabu 这样子的分析工具之前 你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清理 那你其实也可以用Python Python也有提供很多的还是酷 可以让你直接用Python输入 这些简单的图表 所以说这几个工具 其实 做资料分析的专案的时候 会 它并没有 相对于 相对于 另外一条路 在资料分析 在资料分析的领域里面 它并没有那么的设限说 做哪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用哪一个工具 例如说你的Python超级强 你可能会更倾向 我要用Python解决一切 连图表都是用Python做的 那你Tabu超强的人 它可能不会SQL 它也有可能做到 就是在所有的资料 资料都都是在 资料表都没有切分 就是直接在Tabu里面硬做 那当然 这种就是 有一件事情超强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像我们入门 如果每个都会一点点的话 那常常就是四个 每一个工具 有它的角色 然后交错的去运用 去解决一个东西 这样 好 那所以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在过程中 在课程慢慢收集技能的过程中 我们要去收集这四个核心工具 从入门 然后到比较 advanced的应用的能力 那在最入门最入门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学前两个 就是那个Excel跟SQL 好 感谢 那我们就切下一张 抱歉 听很久 那我们今天谈的 那我们今天 介绍的是这个入门的 入门的产品 那入门产品刚刚讲过 就是抓一个最大公约的数 在 你可以在这里面 先学第一个程式语言 这第一个程式语言 我们先放JavaScript的程式语言 然后你可以学到 基本的这一个 网页视觉的呈现 所以如果你要用Python做视觉化的话 你也可以写CSS去处理 那然后我们会学SQL SQL资料表观念 加上一些资料操作的基础语法 然后我们会学Excel 跟一些一个简单的叙述统计的观念 这个是入门的第一步 那我们往下 这个其实跟刚刚重复了抱歉 那这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入门的 几个最大公约数的能力 那如果如果带 我把recap成几个关键能力的话 就是程式语言 然后如果要能够正确的 应用程式语言 就需要建立一些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运算思维 去把你的逻辑表达出来 然后HTML CSS 在我们这边的能力的名字 叫这个web design 那刚才讲的就是 清理资料 捞资料 这个是资料操作 Data manipulation 那然后 那如果在Excel的阶段 我们常常用pivot 那个枢纽分析表 来做一些简单的 这个资料分析 所以说 所以说 虽然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比较入门 收集的技能都比较入门 但是还是尽可能 让大家可以去 去跑一些 去可以做到一些 小专案 可以让大家体会 这个完整的流程 那 那入门的时候 我们看下一张 入门的阶段的时候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考量 是我们 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都学 最大工业数码 在C1过后 其实就要 就要去选择一条路 去前进 所以 我知道有一定比例的同学 可能还没有决定说 你今天到底是要走 网站 网站的这条路 还是要走这个 数据分析的这条路 但是如果说你报名C1的话 你就只有四周的时间 可以去决定 那总之 刚提过我们大家会 分向两种路径 在C1之后要做选择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没有预设偏好的人的话 你在过程中就会需要 需要 常常动 在写指标作业的时候 更去观察说 每一条路 就是 你对 你可能就是 两边的事情都要做 然后在 在写作业的过程中 去感觉说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喜欢 你是不是学得动 在过程中学 有没有成就感 等等 然后 对 所以在过程 所以为了要帮助大家 去做这个选择 我们在 我们在整个路径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会去放 蛮多的练习 像这边 指标作业 我就列出所有的指标作业 那在分析 在数据分析 虽然说 现在只有一个 现在大家只会 SQL 在这个阶段只会SQL 但是还是放了 两个完整的企业案例 让大家可以去 在过程中 有帮大家做一些辅助 让大家可以去 去感觉到一个 完整的资料分析 是什么 所以让大家可以一边 尽可能让大家 做一点 学一点 然后每一个练习 尽量都设计成是一个 有意义的题目 可以让他去感觉 破碎的工具 是怎么样拼凑在一起的 好 我觉得以上是一个 很快的课程介绍 我觉得每一个单一技能 都讲的蛮简单的 所以等一下 如果真的大家有什么样 我们在Q&A的时间 可以再继续讨论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着的话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AlphaCamp的一些学习机制 我知道现在大家通常听到 线上学习的时候 最主流听到的 应该都会是理解成 就是看影片的学习方式 对 事实上 当然我们发现 在软体产业的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需要用到大量的技术文件 然后或是很多的技术关键字 然后或是 其实我们也发现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会需要反复的查找一些特定的内容 所以相较之下的话 影片其实就不是一个 对于事后回顾来友善的形式 对 那所以其实在AlphaCamp的课程内容上的时候 我们现阶段主流是以 就是图文的方式 作为主要的学习的内容跟素材这样子 那有影音吗 有 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音去做搭配 现阶段的话 图文跟影音的比例大约是70比30左右的 这样的安排 那刚刚在课程内容的部分 就是Ellen也跟我们介绍到了 其实我们在 就是内容的设计上的话 是依据所有的岗位上所需要的职能目标 系统化的去帮助你一步一步落实这些能力 从观念建立到后来的应用 跟可以到独立的完成的这些专案的能力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刚刚在会前的问卷 也有收到大家回馈 有些人对于就是实作这件事情之后 究竟是不是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成果 这件事情是感到一个问好的 但AlphaCamp在这边的话 我们在线上提到作业的时候 在我们特定的一些指标作业上 是有提供助教批改的机制的 所以也就是你在实作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可以透过了业界实际的工程师 实际的数据分析师 这些业界的专家去帮你review说 我的coding或是我的逻辑 或是我整个脉络是不是正确的 或是没有使用正确的技术 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可以怎么样改进 或者是你觉得我在这些这个阶段 达到一定程度的能力 可是在业界里实作的时候 还没有更简洁的写法 可以帮助就是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请了很多的业界的 实际在从业人员来帮助你去去帮你 学的更好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知道许多人就是需要一些 就是即时的互动的机制 所以在我们除了有就是教材的平台之外 我们现阶段也会有live的qa的阶段 会有就是助教可以上线 跟你即时的互动 对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某一些部分的学习 我们觉得是透过手把手的一起 就是live的实作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所以针对于特定的学习单元 我们在特定的时间 安排了一些线上的工作坊 那这个部分就会像刚刚 Anson有提到说 在某些专案 我们会告诉你可以怎么把问题 一步一步拆解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在线上的过程中 去就是直接把他的学习跟落实的 那这个工作坊的话 就是他除了并时是线上参与之外的话 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线上学习每个人的作息时间 都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会有 就是录影可以会后去做 就是个人的学习这一块 好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发现到另外一件事情 是刚刚在会认会卷有些人提到说 就是很需要一些同才啊 或者是前辈的切磋交流这件事情 那除了有助教在帮助你之外的话 我们在Avacamp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我们叫他学习进度列车 那所谓的进度列车 它其实是一个共学的一个机制 那为什么叫他进度列车 是因为他其实会在 现在我们的规划都是一个 每月固定发车的一个状况 就好像他一个列车时刻表 那在这里的同学们呢 会依据你的学习进度 就是你在不同的单元 像刚刚Ener介绍到说 我们C1 C2 C3这些陆续的安排嘛 对 所以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你就会有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群组 然后跟着这一群人 你会有每 我们会希望你可以每周订定你的学习目标 然后跟目标的check 所以它会是一个跟你进度相仿的同学们 持续互动交流的一个社群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的话 在这社群里面说有peer 然后还会有专业助教 帮助大家解决在这个范围内的技术问题 或者你学习的问题 你有一些学习方法上想要请教的部分 我们有学习教练 会在这一块给你更多的指引 我们会知道你可能在哪个地方卡关 你可以利用什么样的工具 跟媒介去解决你这些问题 这是在African 在学习进度的维持动力上的一些特殊的机制 那除此之外的话 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地方是说 就是我们有一些life的社群 也有一些是non-life的社群 也就是说目前 African使用的是discord的社群 我们有上千位的同学跟学长姐在这里面 所以不论是你有一些技术提问 想要在这里进行发问 或者是你有各种的职涯求职 或是你已经到了职缺准备作品集 或是你想要找别人跟你一起做一些side project 这些事情都完全可以在 African的discord社群上去做 就是学习跟发问 刚刚我知道今天很多朋友们都是想要先从入门这件事情 开始去接触所谓的程式或是数据的学习 我们在这边的话 除了有很多也是跟你一样入门的学习的学习者之外 也有更多是想要往转职目标的学长姐们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里面会有更多的技术的 新知的交流跟讨论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产业本身有一定的兴趣的话 尤其在不论是城市或是数据这一块 它的技术等等的东西都是持续在更新的 你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去保持最新的资讯 才可以帮助你 就是在这一个领域有持续的成长 所以这是Avacent在社群的部分 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样的学习资源给大家 那除此之外的话 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在求职这一块的协助 在各个阶段的学习完成之后 在姑且我称之为叫毕业考可能比较好理解 就是在你各阶段的学习完成之后 我们有一个接近毕业考的专案的东西 那如果你可以完成这样子的更挑战的技术能力的话 我们相信你是对于跟业界更接轨的这件事情 是更进一步的 所以我们目前有合作一些企业的合作伙伴 那我们会有一些像是黑客松 企业挑战赛这类的活动 那如果你可以先证明出 就是你在这一块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学习成果的时候 这块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支援这样子 然后帮助你可以更接近所谓的面试关卡 更快获得职权 那刚刚稍微跟大家介绍到说 就是我们在这边 Avacant怎么帮助你启动入门的学习的内容 跟学习的机制 那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说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更快的完成这些课程 好 刚刚在城市的入门 大约是一个我们建议时长的话 大约是四周的学习时长 数据入门也大概是这样子的时长规划 那每周会希望大家大约投入 大概15到20个小时左右的就是学习时间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最近就是包含毕业季啊 包含暑假来临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发现到就是职场上越来越多新生人来跟你竞争了 然后或是有些伙伴们可能现在在现场的听众 或许你本身就是学生正好遇到了暑假 是一个蛮好冲刺学习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最近期呢有有推出了一个活动 是所谓的新手村的万元挑战 那也就是回应到刚刚的C1的入门课程 在城市跟数据入门这一块 我们希望可以帮你更快的达成目标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现期就完成这个挑战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元奖金 那我知道现场在各 就是这边的听众有来自不同背景 跟不同兴趣的领域 那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领域就是我 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往城市设计的时候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选择我们城市设计路径 那如果你已经对于数据分析这边也有兴趣 你当然就选择数据这一块 那如果你都这两个东西都好像有点兴趣 还不那么确定自己喜欢什么的话 可以到第三个双领域探索的路径 那所以呢就是刚刚稍微提到说 如果我单一领域的学习建议是 28天左右的学习时长的时候 假设你现在选定了一个领域 你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你的学习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元奖金 也就是在软件工程师的那个 就是城市开发路径 或者资料分析的数据分析路径这一块 那如果你是双领域的 就是你还没有选定 你想要哪一个的 你可以选的第三个路径 那我们会建议你可以在第一周的时间 在两个领域都碰一碰 然后完成了就是领域的底项作业 那细节的作业稍后会稍微再提到 那当你在第一周找到了一个 你总是在两个的实作之后 你会有一个相对之下 比较有兴趣跟比较喜欢的领域 那你再持续的在二三四周的部分 持续完成的学习 你就可以获得一万元的奖金 好 内容的部分 刚刚Ener稍微介绍到这边 我就不细讲这样子 那在至于在验收的作业 如果以城市入门的路径来说的话 你会做到四项的作业 那分别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直骰指时局的积分赛 然后拆数字 然后切板 跟就是另外一个UI的一些工具这样子 那主要要验收大家的技术的能力的话 就会是在在JavaScript这一块 你会不会使用一些 就是基本的判断式 回圈操作 跟虚拟码跟演算法的一些设计的部分 然后以及在前端的部分的话 就会开始有一些 就是网站的基础 从HTML的网页阶层开始 到了前端的相关的CSS的样式 跟就是透过设计稿 去把它做成一个切板的画面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 你透过了三周的学习 你就已经可以学会了 这种基础的coding的东西 去实做一个网页 所以我觉得网页的学习本身也是一个漫长跟跟跟 就是可以精通的话会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旅程这样子 但是在起步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不论今天在手机上 在电脑上 每天都一定会见到网页 所以当你今天可以开始知道一个网页是怎么运作的时候 或许大家有些人就是会看过 就是你打开那个Chrome or Firefox等等的那个网页开发工具 可是你从来都看不懂那程式码到底在说什么 你只要透过了这样子 就是刚开始的三周左右的学习 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结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对 大概是在程式入门的阶段我们可以达到的成果 那至于刚刚有提到说数据入门的阶段的话 我们现阶段主要是用Excel跟SQL的方式去先教你一些基本的语法跟基础同志的观念 那我们也相信的东西就是作为就是分析所使用的工具 本身就是要帮助你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以在数据入门我们要验收你的能力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实际以AlphaCam的一个学习的就是过往你的学长姐们在AlphaCam这个平台 线上学习的平台学习的实际的数字来看说 如果过往就是大家透过了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进行的学习 然后他在学习的表现上有不同的就是数据去搜集的一些东西 他到底反映了什么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大家更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边除了让你就是接触了Sequel的工具之外 你会开始学习到说我开始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它解决一个真正的商业问题 也就是刚刚就是Anne稍微介绍到的 我们如何去定义问题数据整理到分析验证沟通的决策 这一块东西我觉得都会是相比于就是其他你可能过往 我知道网络上有蛮多的免费资源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建立基础的语法学习 可是要一步一步落实这件事情本身还是需要蛮多的实作训练的 所以在数据入门这些阶段你可以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就直接去学会完成一个 就是商业段的分析这样子 好那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说我们有这样四周的规划 跟一些透过就是线上的学习跟加速的挑战 那这边再多介绍的东西是我们除了刚刚有各式各样的学习活动之外 也有一个东西叫做线上的飞航学习式 姑且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很像一群人进到了一个线上图书馆 然后大家在前面就是闭门自修 我自己实际参与过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只是一个线上的安静的空间好像没什么 但是当你会发现说这个地方有人在host一个活动 然后开始倒数啊 然后大家一起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更有效读出自己的学习 然后以及在每一个学习时间的结束的时候 也会邀请大家来做分享这样子 那刚刚也稍微提到了Q&A的地方这样子 好那所以以上大概是关于就是ofcam在入门的课程的介绍 以及在学习机制的部分 以及我们在数位人才新手村的外援挑战的部分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课程的话 它的价格呢是4999元 那稍后呢 如果你填写了活动回汇问卷的时候 你在报名还可以再获得200块的折扣吗 然后我们的课程是不限期间浏览的 然后就是就算你今天参加了挑战 然后没有通过的话 你都还是保有你可以治愈的权限 然后如果对于就是你持有的是中信或财经的信用卡的话 在购买课程的时候 可以享有三期的林地域优惠 那因为这边稍微讲到了一下 就是折扣码的部分 所以也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你稍后等一下就会用到这个折扣码的时候 请务必在结账表单的时候 看到就是付款方式底下有一个是 你有折扣码要使用吗的这个栏位 请记得在你稍后会后填写完问卷 获得你的章主折扣码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使用 点开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区块可以使用你的折扣码 然后现场你就会有就是200块的折扣游会 好 大致上是在课程跟挑战的部分介绍到这边 然后在续报的部分的话 我看到Lina直接在 就是咱是有提问 对那我们的活动网页上会有说明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 鼓励的东西是 如果你今天在完成了探索之后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职业症有帮助 你就想要往这些地方去展示的话 就是问人讲经关系可以整理在后续课程里面 好 在Q&A的部分 我看到大家在会前有蛮多的提问 那这部分的话 再麻烦小财帽我们提供一下 那个就是slido的部分 就是不论你今天想要拿起手机在下面提问 或者是想要通过你的电脑 再加入一个slido进行提问 或者是往上推的部分的话 就是可以上楼一下画面上的QR Code 反正这边稍等停了十几秒钟 然后稍后我们会切到slido上 然后陆续回复大家的提问 那如果大家已经看到其他同学的提问 你也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问题点上去 好 我们来到slido的部分 好 我就直接一个一个来回答了 然后稍后等一下有一些部分 各位请就是我们的Alan跟David来支援 好 课程进行的方式为何是否有助教之类的角色 平时可以协助回答问题呢 非本科系跟在职中如何比较快进入状况 课程进行的方式的话 刚刚有稍微提到了 我们现在的话是主要采用的是 线上的图文为主 隐音为辅的教材 所以你不管在什么时间 你只要购买课程之后 你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个 就是教学平台的权限 然后马上登入进行学习 平时是否有助教之类的角色可以回答问题呢 是 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说 我们有不论是学习的进度列车 或是live QA的部分 都会有助教可以帮我们支援 然后以及在就是discord的部分 你的提问的话 就是有时候在你这块的技术提问 不只是助教会回答你的问题 也蛮多跟你同进度相仿 或是比前面一点的学长姐 都会可以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 非本科系跟在职中 是不是能够怎么样比较快的进入状况 让大家知道一下 目前在upcamp的学员 本身有超过半数以上 都是非理工科系相关背景 非资工资管等等相关的科系的背景 然后在职中是可以怎么样学习 以现阶段来说 我们也是超过半数以上的学员 都是在职学习的状况 然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会蛮建议的东西是 过往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可能需要一个 就是直接用周六周日的时间来 来完整的学习会比较 不会相对比较碎片的话 但过往来说 我们其实发现到的东西是 更好的东西是短屏次高频率 就是短间隔高频次的练习 相对之下是更有效的 所以最主流的方式的话 我们会建议比如说举例 可能周间的时候 一三五每天晚上播一个小时 播两个小时 持续的开始看教材 实作作业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你会发现 哇中间可能有一些作业的篇幅比较大 然后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跟实作 那你可以使用周六的时间 周日的时间 然后去用一个比较完整的半天 或是一整天的时间 去做到这件事情 好希望这件事情有回答到 就是你的问题 第二个非本科系 想要认识数据领域的话 包括数据师分析师 或科学家需要具备和这种的技能 跟就是经验 才能获得就是印证工作上的优势 在核心技能的部分 我觉得刚刚Alan有稍微提到一些 然后在这一题的话 我想要邀请一下 就是David觉得说 就是目前你觉得在数据领域里面 你从业里面就会觉得说 就是如果表现特别好的人 通常在哪一方面的技能上 或是观念上是特别突出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我是David 然后我是AppleCam助教 对然后关于这一题 其实我觉得数据领域没有所谓本科系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对general的技能 对然后硬要说的话可能最接近的可能是 统计相关科系或者是资管系最接近的 对然后我觉得本科系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比较是你没有相关工作经验 或是你过去没有 即便你是读生物相关的 但如果你有可能去labor 或是你有硕士的经验 你有你就会有很多 你会产出很多data 做研究的data 然后你会去分析那些data 然后去找出insight跟summarize 他们的重点 那这些经验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对那如果你过去的工作里面有这些经验的话 那当然是很好 那在准备那个lulie的时候就把它重点强调出来 对那如果你过去工作也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 你要去读case study 就你要去了解数据要怎么被使用 然后数据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对然后这些是比较软性的技能 然后比较hard skill的部分就是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sequel 然后或是tabu 或是其他的这些工具方面 你需要去熟悉它这样子 那这样你就可以比较跟其他 可能有相关经验的人 在比较接近的位置去印证工作这样 谢谢debby 好下一题有人问到说 作品级要做到哪种程度才能面试时 说服考官跟有极占力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分成两个领域 其实会有蛮不一样的需求 跟就是能力的验证这件事情 那在数据这一块的话 我稍后请就是Alan 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在指标专案那一块的规划 然后在城市开发这一块 我想要问问看debby当初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当时有准备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 因为我其实最刚开始不是念志工系的 我是中间去中间休学去实习 然后做软体工程师回来才转念志工系的 那时候我不是念志工系的时候 我要找到这个实习 其实就跟可能现在大家要转职 那个概念有点像 对那我有准备做评级 那要准备到哪一种程度呢 其实这很难说 我比较是 我会去思考说我要面试的那个公司 他们的期待大概到哪边 然后我要准备到超出他们的期待 就是我会预期说 interviewer看到这个东西会wow这种感觉 对但这个比较困难 这也考验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情报的收剪能 对那如果general来说的话 我觉得会需要去看说 这间公司它是什么样的产业 他们可能比较在乎什么样方面的技能 或是怎么样的 呃 use case或是工程上面的技术用的比较多 那你要往这方面去强调 然后做得比较完整 对但我觉得你的心里可以 呃一直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要让interviewer惊讶 就是就是哦你一个呃 在转职的人可以做出这么样精致 或是这么样完整的作品 那你其实在这个第一印象 你已经让他惊讶 你已经让他惊艳了 那你要上的机率就会高很多 对 ok 谢谢devin 那在资料分析这一块 就是Alan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呃 资料分析这一块 呃作品其实有有两个呃 我简单是 那第一个是你你你要展示你的印技术的这个火力嘛 就是你做这个作品会代表你你能够呃 作品代表了一个能力的具象化 所以它是你的火力展示 那但是作品同时也是你的这个这个思维 所以说呃呃呃 呃呃呃呃你你和你跟别人互动的的一个 一个 eldest 让他知道你是怎么样思考的啊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做到哪个能 呃呃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还还要搭配一个变相 是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呃 在这个过程中去展示你的思维 充分展现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那如果今天拉回资料领域的这一个作品集的话 通常会有几个结构啊 就是你呢 你通常会需要一个dataset啊 你可能是在网路上找的 可能 compatible 或者公开资料集 比如说你可能拉了一些 可能有些金融的变化 疫情 最近可能有些疫情的什么什么 那所以说它会有几个结构 第一个你会去定义一个问题 你说我最近要来做一个 可能金融的这个疫情的 金融的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波动的一个分析 可能你定了一个这样的题目 那就就像写研究一样 就是解释你为什么想要切这个题目 你看到什么 然后说明你要用什么样的资料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堆分析过程 分析过程 分析过程展现的就是你的 可能是coding 或是可能是一些 怎么样把资料视觉化呈现出来的 总之就是你会有一些 你想要假设的问题 然后你用对应的 对应的技术去把那个问题回答出来 然后有很多发现 或者是没有发现这样子 对那产生一个结论 那在结论的时候 就根据你的问题 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产出来 它可能是一个dashboard 可能是一个dashboard 或它可能是一个简报 或可能是一个行动方案 那我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结构 那所以刚刚讲的 它在过程中展现了一些 你的技术上的活力 但是你同时也需要用 用这个去展现出 你是一个可以完整 去run一个资料分析流程 然后有想法 在过程中会持续保持思考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选题目 其实可能还是最难的地方 对 好 我来参考一下两位的回复 就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今天在讲作品级的准备的话 可以让对方感到surprise这件事情 第一块你要做的资料收集这一块 会是针对于job description 就是职缺描述的这一块的认识 所以我们在过往的 就是Alphacare有提供的求职小组 蛮多学员们自己会有一些资讯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阶段的职缺描述 就是他们会开出 所谓用人单会开出对于职缺的期待 可是其实你完全不需要100%meet 这个job description的能力 才可以去面试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可以根据这件事情 开始去准备你的作品级 然后让他们感到这件事情很惊艳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棒的加分项这样子 然后以及就是在Alphacare的 刚才稍微提到的求职小组里面的 这些资讯交流 我觉得也是相对于 就是如果你今天孤军奋战的 在某个地方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学习 然后想要去做准备的时候 本身会很吃力的地方 在Alphacare这边 如果你透过我们的社群 可以帮助你有这块的资讯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不论是在过往我们的 的BA校友的回馈中 在信心指数上跟能力准备上 在心理跟实际的帮助上 我觉得都是蛮大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OK 不好意思大家插一下 刚刚那题我再讲 我再补充一点讲的更具体一点 就可能现在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bootcamp 大家都会有一个 大家都会有一个类 就是同一个主题的final project 对那可能有的人 大部分有的人就是直接拿那个final project去面试 那可能你as an interviewer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东西 那我这里说的经验有一个很简单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你说这个职位还要做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然后完成度也足够高的 那让让让你就会跟其他人有区隔开来的那个感觉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example这样 对 所以就是side project上面 在bootcamp这件事情在毕业的能力上一定做的相当程度的验收 可是这件事情它姑且还是有一个同质性存在 所以就如何掌握好这些能力 然后持续变化出就是你的加分项 然后我这边也再多补充一个是过往我们蛮多学人都是非本科系出身的嘛 所以如何你可以跟你过往既有的专业去做结合的时候 就是一个可以可以就是让你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有乱讲比如说你本身是运动体育相关科系背景的 你可不会做一个就是运动相关的app 或是就是相关的比如说运动彩券之类的的这种东西也可能是一个方向 那如果你今天是生意的话生意也有别的东西 所以各个不同的作为非本科系转职的同学的话 我会更鼓励大家是如何去发挥你过往既有的专业跟就是累积的经验值 可以让你变得跟别人更不一样这样子 好刚刚这边有人问到说线上学习相关技能如何接轨业界的工作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是回应到说就是当今天这个职位本身需要具备很多样的能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个很系统性的方式都已经把这整套的东西都熟练起来了这样子 对那这接轨业界的工作的东西 我觉得包含刚刚讲到的作品集跟JD的部分 应该大致上有先cover到一些这样子 好有人问到说全职进收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成功就业呢 然后AI浪潮下这个领域还建议持续投入吗 在学习时长的建议上的话 如果我们先用就是每周15到20个小时的学习时长的话 在全端网页开发的就是Wet Dev这个路径上的话 大约是22到25周左右的建议学习时长 所以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我今天零基础化半年可以具备成的转职工程师的能力 这样子然后资料分析的路径的话相对之下会再更短一点点更快速一点点 那这一块的更细节的东西稍就是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再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对于转职数据工作者这一块有关注的话 可以可以持续follow我们这样子 AI浪潮下这个领域还建议持续投入吗 就是我们的答案其实是yes 就是我们最近其实遇到了非常多就是跟AI相关的题目跟就是学员们的询问 那本质上回应到就是我们也跟许多的业界的资深的前辈 然后在做交流的时候得到的我觉得大方向可以分享的一个东西是说 就是AI工具它毕竟本身只是工具 你还是要有一个你核心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AI才可以比较帮助你有高效的完成你达到的那件事情 举例来说你今天假设你不论是要写一个code 或是你要做一个code review这件事情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办法好的给他一个好的prompt 让你去得到你要的答案 或者是你得到了一个答案之后 你其实完全没有能力去验证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因为现阶段本身在AI工具上还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发展的成熟度的落差这样子 所以不能到完全去解决所有的就是人工的问题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你已经具备了所有所谓的就是基础的观念 跟这些技术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好的prompt去帮助你就是更快的完成这些code 而且你自己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正确的 他别人的答案是好的话 但其实可以帮助你就是有很好的产出这样子 这是我们最近在跟一些业界前面交流得到一些资讯 那这一块想问问看Devi或是Alan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部分 对于AI的观察 Devi有吗? 没有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看法而已啦 就是会鼓励大家还是可以保持前进 没问题的 飞本科系转职以及30岁还建议转向跑道吗? 这一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对 就是我觉得在AC我们其实很常遇到不论是30岁35岁40岁45岁 各式各样的年纪的伙伴我们都有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教他是Wave 然后他过往也是从事其他的产业 然后过了30岁之后才开始学业程式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阶段其实都不一样 然后对于就是产业的想象或是接来的目标其实都完全不一样 那或许你在30岁之后 你在本身的收入条件已经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水准 那如果刚开始去学完一个新的技能 然后去转职的时候 有可能本来你薪水很高的时候 短时间他会是一个薪水下降的过程 但是不论是作为工程师或是数据工作者 他本身具备的一件事情刚刚有稍微提到 就是他的语言会持续在更新 然后技术会持续在更新 然后你是持续在用新的技术解决 这个是带上发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商业问题 或者是个人生活里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会帮助你保持有一定的发展性 你不会只要你持续学习 你不会被实在淘汰的 那至于就是每个人对于家庭的生活的安排 对于薪水等等的目标其实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去排序这些项目 你可以用什么东西去交换 我觉得这才是想要就是回应 就是你个人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好然后这样的话希望有帮助各位理解到这个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来得及吗建议吗 我觉得来绝对来得及建议吗 我觉得看你怎么评估 只要这个评估对你来说的排序是你想要的东西 那AC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 好完全没有背景的通常需要多少时间的学习 达到转职的程度呢 刚刚稍微提到了 目前的话大概是22周到15周 在城市开发的路径上 可以帮助你可以达到转职工程师这件事情 然后数据分析师的话 时间会再短一些些 零基础的人如何规划学习进度呢 就是刚刚在这一块 就是我觉得分享到蛮多蛮细的东西 如何规划转职后的职业成长路径 这个东西我想要请David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在软体工作产业里面 有一些蛮不一样的路径 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感觉上下两个问题可以一起讲 OK对如果David看到下一题 那个实战上跟在就职前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不论是你刚进 刚开始成为获得工程师的时候 或者是从获得工程师转职成资料工程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块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好的那我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转职之后的职业成长路径 那这边我想应该是指说你已经成功转职了 那那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那其实你成功转职之后 然后接下来的路其实就跟其他工程师是一样的嘛 就是提先提升自己的实力 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到了Senior或到一个阶段 那可能之后就可以再思考说你要往IC走 IC就是技术方面在专程然后可能从Senior然后到可能Principal 或是一路做到CTO这种概念 那另外一条路可能就是往Manager走 那就会比较偏管理 那我看很多Manager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机会可以写到程式 就是一边写程式一边做Manager们的工作 但是随着他们Manager们工作做越来越多那写的程式就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Manager这条走到最后是不太会去不太是不太会需要去写程式的 但其实Manager就是Manager们还是要有很强的技术能力 那你这样在带其他人的时候才会比较好带 或是比较好理解他们在干嘛 或是哪些方向就是可以给予他们建议这样子 对大概大概大概讲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软体产业蛮特别的就是它有两条不同的路径 因为毕竟软体本身是用技术起家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累积更多的就是技术的经验 然后可以更高效的产出跟解决问题的时候 在Individual Contributor这一块上它可以持续的做发展 那作为就是当工程团队建大的时候 那它会有更多的关于管理上的职能需求 那我觉得这两条路径蛮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过往也发现到很多喜欢学程式写程式的人 到后期有了一些管理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它不论从个人的特质上或是个人的偏好上 不一定对于这件事情就是那么喜欢 以及就是我觉得那也是做 当你今天要往Manage Rule去发展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职能的需求 对所以这是蛮不一样的路径的 但这一块就是蛮看个人的选择 然后我也同步让就是稍微 虽然有点题外话 但是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发开本其实在于就是科技人的职业成长上 这一块都是陆续有在做规划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大家成为Senior的时候的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是Rise the Program 在你的GI发展到了一定的年资之后 你想要往刚刚讲到的Senior的IC或是Manager的角色的时候 你该更怎样去具备就是新的能力 然后这一块的培训跟持续跟其他人交流的部分 也是Upcamp在提供的 就是学习解决方案的这样子 OK 转职成功之后 有没有发现实战上跟转职之前不一样的想法的地方 这一块我猜David在资料工程师这一块应该可以有一些分享对不对 我讲可能一般的好了 就比如说你是要转前端或转后端好了 因为那个冲击应该是会很大的 因为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就是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开发 然后跑起来也可能是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 对 然后你找到工作之后 那会有几个很大的冲击 一是你现在变成 你是团队中的其中一员 所以你需要跟其他人合作 你会有很多跟其他人合作的机会 那因为过去学习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会是自己写 对那你就要需要去了解到跟其他人合作 要怎么跟其他人合作 那或是在可能这个业界里面 常见的规范 或者大家称之为尝试或习惯的东西有哪一些 对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你的程式 就不会是跑在你的本机了嘛 它就会上到server上 就上到一台远端的机器上面 那这个上去的过程 其实也是有很多技术跟技巧需要专研的 这个东西统称DevUp 对就是你怎么把你的写完的东西 然后放到部署到远端的机器上 那其实这些平常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少机会接触到的 那光这些事情就会 在需要花蛮多时间学习的这样 对 然后这一块的话 在AlphaCam的学习部分 我也蛮鼓励大家 如果你对于就是这一块有兴趣的时候 包含到云端部署也是 我们在后面会有教学的地方 然后以及在 就是累积跟别人的实战的协作经验 这一块的话 就是AlphaCam的社群 你可以跟许多不一样的背景的同学 切捉跟交流 我们也有所谓的纠团版的这种东西 你可以自己纠错 我们想要做一个side project 你可以说我现在是前端背逛的 可是我想要做一个前端分离 然后但是就是有前后端完整功能的一个专案 你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需求 然后这边就是 我相信大家会很愿意跟你一起 就是大家都对于有转职 跟我们目标的伙伴们 在这里都可以有很好的交流这样子 数据分析非本科系在转职 挑选职缺的时候 可以先往哪方面去做目标 面试时需要什么资料或考试吗 我觉得过往我这边听到的一些伙伴在做资料相关工作的时候 对于技术能力这一块 大家通常都就是总是会学过一些语法什么的东西 但是对于实作的作品级这一块 相对是一个比较容易缺乏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说 我可能在哪里学完了什么课 可是我其实没有一个完整实作专案经验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Ener稍微介绍到 说在AlphaCamp里面可以帮助你 就是开始有累积这种实战的经验 那你如果学会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持续延伸 做就是利用网路上的公开的dataset这件事情 去帮助你累积更丰富的作品级这样子 然后David这边我多问 你过往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虽然你本身是数据工程 就是资料工程这一块 但是数据分析 你跟你的协作伙伴里面 你有稍微有闻到一些什么 我觉得数据分析这块面是 我的感觉基本上 如果这个职位会用到Sequel 那一定必考Sequel 而且考的程度可能都不会说到太简单 所以Sequel在这边蛮重要的 然后除了Sequel之外 商业分析能力也很重要 就是我给你一大堆数据 那我今天比如说要提升转换率 或是提升什么 那你应该用什么数据 去算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或是比如说Marketing今天有一个新的活动 那他们想要target 他们应该target怎么样的audience 才可以提高这个 他们办这个活动的效率 那你就要去思考说 那这个活动 跟你数据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然后你要去想办法找出那个关联 这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分析的能力 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两点在于 对于数据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谢谢Debbie 时间关系我们回答到画面上的这一题 到就是平均一天的这个自修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终止我们的QA这样子 好 非本科系在转值 在履地上除了自我练习的作品集外 还可以如何展现决心的能力呢 这一题我也想要问问看说 就是Debbie过往在就是 有没有发现说就是除了 除了作品集之外 通常你会发现很优秀的伙伴 有哪一些核心的 无论是价值观啊或特质啊 有没有什么需要观察 我想一下哦 我觉得除了作品集之外 就是更多的作品集吧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你的作品集 你一定是 你一定可以一直提升它的品质 到一个你无法再提升的程度 那你已经提升到这个程度了 就你已经没办法来做任何事情了 那除了作品集之外 那其他的东西就是面试的东西 比如说情报的收集啊 比如说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 哦这公司的文化是怎么样 他们喜欢怎么样子的人 那那还有可能你的interviewer 可能是谁 如果你有办法问得到的话 那你可能就可以 maybe商号找到他的linking 然后他可能在linking上 放一些github的 或是什么东西的资讯 你去理解他 他可能对什么topic感兴趣 你就可以投其所好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小技巧的方面啦 但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你本身的能力跟作品集 对因为我其实看到很多人 其实作品集就是 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那要提升这个东西的过程 肯定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的技能还不是那么完全 但你就是要想办法提升它 那提升它之后 你的面试的成功几率 也会随着上升这样子 对 我想到还有一个是那个写部落格 就是分享型的那种就是部落格 不过这个很难威胁而且 就是你刚好是属于爱写这种东西的人的话 它是也蛮可以展现你的一种学习热情的 嗯 刚好讲到的就是面试相关的东西 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有稍微听过白板题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白板题好像是一个在这个业界比较容易 就是算特别的一个东西 然后David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就是白板题是什么 通常会怎么样发生怎么样进行这样 OKOK白板题通常是指演算法题目 那演算法题目其实 嗯有很有名的专门练习的网站就是李一寇这样子 对但是嗯 我比较不确定 我个人啦如果知道对方是一个可能转职的candidate 就是他过去不是有相关经验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考他 就是白板题的 我个人是这样 但不代表其他公司 对那如果你 那我听过反例 因为我觉得 呃好好这我这我个人意见 因为我觉得 等一下我补充 OK那你等一下再补充 对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面试成功 你当然还是要准备 因为公司太多间了 那里面面试你的人 他们可能心态就不一样 对那我自己个人认为作品极大于白板题啦 如果你是转职的人的话 对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听过的那个反例 我觉得就是很多考量啦 这是反例指教告诉大家不是只有一种考量 就是说呃呃 有一些公司比较小大公司 常常有的时候白板题是一个必要流程 那小公司我听过一个小公司的CTO讲说他 他们平常是不太考白板题的 因为也不是什么有一个面试会有一千个人可以挑的大公司 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呃转 他们本身对转职者蛮友善的一间公司 呃但是如果转职者进来的话 他们反而会考一些比较简单的白板题 因为因为因为转职者他比较难评估那个你的程式能力到底有多优秀 所以他可能反而是用这个的稍微去知道一下 就是说你的程式能力是那种比较基本的 还是说有做一些额外的功课这样 对 就很难很难说啦 很难说他那个听起来也不是那种很硬的筛选这样 OK 感谢两位的分享 呃有问到有没有转职失败的案例可以分享 我觉得这题很有趣 对 然后呃 过往我在AC我看到的几位朋友来说的话 我觉得 这一题我会先问说你所谓的转职失败这件事 对对因为他们不会说他失败 他只是会拖很久 然后最后发现说他还是有别的路可以走这样子 那我觉得更有趣的东西是 我觉得因为今天正好有许多朋友们对于就是 呃踏入所有领域有兴趣 可是不一定就是有所谓要转职的想法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东西是说 呃在APACAM的课程规划里面 帮助你就是慢慢建立起 就是你从认识那个学习的地图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好像把拼图把这个能力收集起来的过程中 来说的话就是你会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一样的体悟 举例来说我们过往有一些学员 他说我本来想加入APACAM学习 是因为我想要转职成PM 然后后来他发现自己写code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然后他说哎 我觉得我好像其实可以转职成工程师 然后他就这样后来就转职成功了 然后也有反过来的 他本来说我其实我想要转职成工程师 然后来一来之后还是学嗯 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有趣的 可是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好吗 或者是我其实比如说以PM的角色来说 相比公程师他会更多跟人沟通的阶段 然后或是他更多在所谓的 比如说工作的优先几排序啊等等之类的 不同核心能力的展现上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 或者是你可能甚至就是你只是在入门阶段的学习 我本来说哇我一定要转职成工程师 发现第一关在入门的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我对于写程师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没有那么擅长 或是我其实不那么真的感兴趣 我好像本来听过了这件事情觉得它吸引我 但是我实作之后才发现自己不喜欢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所以回到个人的问题上就是你自己要什么 然后你在这个阶段达到了吗 然后这个东西或许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在不同的求职阶段的时候 你会有不一样的题目 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倒是更重要的这样子 这是我这边在其他的跟学员的互动 收集到的一些资讯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后非本科系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之外的论品 我觉得刚刚还蛮多题都回答这一块的 所以暂时先skip这一题 平均一周或一天花多少时间自我进行 我们建议的学习时候大概是一周15到20个小时 那每个人的学习状况不一样 那如果你今天是全职的4次的学习的话 其实是可以更快速的 那这块我觉得就是也因人而异 那AlphaCarn提供的学习机制本身有蛮大的 不一样的空间这样子 好问题的部分大概回来到这里 好那最后的部分 我稍微recap一下今天的一些 就是课程介绍的内容 然后小编麻烦帮我同步 帮我把那个就是回馈问卷丢到 丢到聊天室里面 大家如果在这时候 填写回馈问卷的回馈单的话 稍后可以拿到我们的学习地图 跟就是Democry的 就是现实的优惠码这样子 好所以 现阶段的新手村挑战这个加速 帮助你快速完成的入门课程这件事情呢 就是直到7月9号就截止了 那你只要报名后就会立刻开始上课 然后我们的课程呢 不论你有没有通过挑战这件事情 都是没有阅览期间限制的 然后依照你个人不同的偏好的挑战路径 你可以在21天或28天内完成课程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人奖金 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其实你在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从一个零金属小白 获得你要的技术能力 在WetDev的部分 你可以看懂所谓的 就是网站上上的程式码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你可以写出一个小小的游戏 小小的一个网页这件事情 那在数据分析的部分 你可以在一个月内 就从零金属学会 做成一个就是商业的个案分析 帮你更加分这样子 好然后以及 如果你稍后填写了 我们的活动问卷的 活动的回馈问卷的话 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码 这是一个现实的优惠码 那今天是7月4号 那这个整库码直到7月6号 所以就是请你就是务必进化使用 好那再回顾一下 阿发看的提供给你的学习的解决方案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只要你对于数位产业的质押有兴趣 不论是阶段性的建立基础 想要探索自己的质押目标 或是你已经确定的目标 要想要做的能力的养成 到后面的球迹支援的话 其实阿发看提供的是整套的 投入solution 但依照你不同的职能需求的话 就是现阶段最多 产业里最需要的人的技术能力 其实在程式设计跟数据分析 这一块 阿发看在入门的课程 我们同时提供的这双领域的学习给你 然后刚才有稍微提到的 在自由配数的建筑页社上 我们提供了就是包含跟助教 包含跟学习教练 包含跟同才的一起学习的 这个就是线上共学的社群 所以我们提供的其实是 从career到系统性的content 到学习方法上的coach 到交流里的community 全方位的4C的支援这样子 以上是今天对于阿发看的课程 跟学习方案的介绍 希望有帮助各位对于数据产业 有兴趣的伙伴跟朋友们 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希望这样子的介绍 可以帮助你认识了自己 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尽快的启动 开始你的学习